目前檔案管理局 典藏有政治類的檔案 有413公尺 裡面有包括228事件 美麗島事件 還有其他戒嚴時期的相關的檔案 那我們目前呢 這些檔案都已經提供查詢 我們這個數位化的比例 99%以上 然後這個我們目錄的可查詢率 也是99%以上 目前我們現在都是在這個線上 提供各界來查詢應用 所以檔案局目前有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檔案的一個歸檔 而且公開的使用是不是 是 我們都提供各界來 那使用的狀況有誰可以去用 然後使用的數據這部分有沒有 目前我們這個 救護所這是非常少人知道的啦 不 我們現在是一般的民眾 都可以提出申請 那我們可以接受這個查詢 然後查詢之後呢 我們會做一個準博 然後來詢問那種 準博 準博什麼 準博就是說對於檔案的內容 所以還要經過你們審核才可以去 去取得這些檔案的資料是不是 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檔案的這個內容 它太陽很繁多 那裡面有一些是這個 法律限制應用的事項 那也有一些個人隱私的資料喔 那就這個目前我們實務上面來講 我們會先做準博 然後決定一下這個 大概哪些內容不適宜提供的 我們會做這個分離 你給我數字好不好 你回去給我報告數字 好的 好 下一頁 秘書長請 好 那轉型正義裡面啊 我們談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 就是黨產喔 那我想問秘書長啊 在你的看法裡面 我們如何界定什麼叫正當與不正當的黨產 這個現在因為已經有提出不當黨產的處理辦法 這處理條例喔 所以 所以你的界定的方式是什麼 我給你看一下齁 在德國 德國的做法是 只有 保有合乎現代 法治國原則 符合法令合法 也合理取得的財產 其他過去經由佔用 移轉徵收利益輸送 而取得財產 同意全數歸還 這樣的原則 是不是我們在處理轉型兩義相同的 這個正當跟不正當應該是 有沒有違反 違反法律 違反相關的規定 或者是竊取 佔用等等相關來去處理 所以很難用 很難用幾個字來定義這樣正當跟不正當 那正當和不正當 我想這個應該是有辦法去定義的啊 像德國他這樣說 法的定義 我覺得是 可以可以接受的嗎 因為你講的只是黨產嘛 那你應該哪些是屬於正當黨產 哪些不正當黨產 你除了你把它列擠出來 或者很難用正當跟不正當來概括 來說明 好 下一個 另外有關於 我們來看一下這德國的例子 有關黨產的處置 德國政府呢 沒收了黨產提撥40億台幣 成立基金會 來負責以下三件事情 調查歷史真相 補償受害者與受害者家屬 然後再來的話是歷史與人錢的教育 那德國呢 到現在已經追回600億台幣的黨產 處理的原則 是用在民眾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40%呢 藏清政府的債務 30%振興地方的經濟 20%修復古蹟 還有補貼文化的活動 然後其他是10% 我想請問一下 關於這個促轉條例裡面啊 有沒有談到說 我們要怎麼樣使用 這些追好回來的黨產或財產 好像沒有看到這樣的資源 那你覺得這樣的一個規定 是不是應該要放到裡面去 這些應該將來就在 既然有不當產產條例提出來了 我看民進黨這邊也有提出來了 既然提出來了 就在相關法律裡面去規範 我舉個例子齁 德國的東邊的布蘭登堡政府 他的面積相當於台灣 就從分到黨產中提拨200萬歐元 約台幣7000萬 成立公立的社區音樂學校 幫助弱勢兒童 類似這樣的做法 我覺得可以來研究 下一頁 有幾個我覺得重要的原則性問題 還有重要的精神我們要去看 第一個是關於政治檔案 這個東德的民運的精神導師 Roberth Hoffman他說 歷史不能夠光從統治者的紀錄來看 反對者的角度也很重要 民主得來不易 有必要留給後世警惕 保持政治檔案的保存 與收集客觀和中立 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接下來下一個 對於過去的威權啊 說老實的我自己也很感冒 但是對於這些威權 所留下來的歷史建物 我們採取的態度是什麼 我覺得如果我們都用一種 要把它推翻 所有東西都要消滅 然後所有東西都把它拆掉 我覺得它是歷史的一部分 它必須要回到歷史的真相去還原 去處理 以歷史和人權教育 作為一個核心的思考的原則 盡量的去保留部分適當的一些遺址 我想這個在轉型正義裡面 它必須要去強調 必須要去做到的 再接下來 我想 促轉會啊 要成立 它有其必要 但是它有其公正性 還有它有其重要的程序性 什麼時間點該成立 該如何成立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社會 需要更多的溝通 還有更多的對話 我覺得我們需要有更多的一種 全民的共識 對於這件事情的一個 的看法 下一個 正當和不正當啊 我想 每個人在現在 台灣這個政權交替的時候 有一種強烈情緒性的一種看法 我覺得 處理這些黨產 處理正當或不正當的時候 需要被界定的事情是 如何去定義這些財產追討回來 追討回來之後使用的方法 另外 最後一項 最後啊 我想談的是 德國 1989年 那個 柏林維牆倒塌之後 經過了30年 我們台灣還算是一個非常年輕的民主社會 我想這段路我們大家要一起走 一起走才走得穩 謝謝各位 謝謝 這個我先宣告 我們這個中午要等到我們在場的李俊毅委員質詢之後 我們才休息 那我們現在來處理臨時提案 請宣讀 還是要 現在處理嗎 現在處理嗎 大家如果沒有意見我們現在處理 好請 請宣讀 提案A 針對民進黨團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 不但摧毀現有憲政法制 促轉會成為不受憲法節制的憲政怪獸 大幅愉悅